Hi guys We are leaving Temple City 我们决定从加州搬去德州了 这个决定一共用了一天 都空了 现在的东西都拿走了 离开我们在美国住的第一套房 三分钟 三分钟就走了 你不要再看看你的房间吗 再去看一下你的房间 我们开车在路上走了三天 现在我们在一个休息站 这是一个休息站 休息站可以除了一个厕所 就是狗狗的休息的地方 看到一个很可爱的孩子 这小房子 上面写着 修斯顿是个挺陌生 又不是很陌生的地方 但眼前看到的这些 让我觉得挺陌生的 好吧 下一套房就买到这边来吧 家附近真的挺美的 觉得一切都值得 到家了 装修师傅还在那等我们开门呢 这是我们家门前的这个社区 对面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小学 也就是克里斯上学的地方 那路都很困很安静 非常安静 这是我们新家咯 那我们进来看看吧 这是一开门子 我把他们放在我们的床里 然后我把他们放在我们的床里 原来这个房子呢 是黄色的 我把它现在刷成一个很浅的灰色 用长毛地毯 换成了一个短毛地毯 就比较舒服 这个呢 我们进门的右手边 是这个书房 看到一切还是挺兴奋的 虽然跟灰尘我们在住一段时间 就是一个护照系统 还有安全系统 然后软水系统 很亮 我觉得最棒的一个决定就是打掉 那个窗户上原本带的很贵很贵的 那个百叶人木窗 打掉很爽 这个地方Chris坐在这儿学习的 这个房间我们会做成一个 Chris的一个学习房 但是有一张很小的窗在这边 是一个备用床吧 这样能够看到邻居家和外面 左手边呢有三个房间 蓝色这个房间我们叫它游戏房 游戏房也是很亮堂 我们重新换了颜色 换成一个比较浅的蓝色 具体这个房间怎么设计呢 还没有想好 这个游戏房的最这边 会有一个卧室 老人房 在这边呢我们会放一个 Queen Size的一张床 所以老人会在这个房间 这个老人房呢和孩子住的房间呢 它是通用的 共用一个厕所 但是它这个洗手盆呢是分开的 所以这个就是Chris房间 Chris房间呢有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窗户 正对的呢是他的学校 但是都被树挡住了 所以还是很安静 非常安静 然后视野很好 私密性也不错 这个房间也是灰色的 地毯的好处就是随时趴着 好了 你们想看院子外面吗 让我们看看去吧 所以现在呢 一出来是个paddy 我还在家建的一块 那我们会在这里做一个餐桌 朋友们可以在这去餐 这个地方呢 我们会放一套这个室外沙发的那种 可以放室外沙发在这边 然后游泳池 游泳池现在是比较脏 还没有清理 游泳池这边其实是有喷泉 现在没有打开 然后这边呢 其实也很宽 我们主要在这边是做菜园 然后这边是主卧的这个位置 还是有很大的一块绿地 我们是想把这边做成一个塑胶篮球场 但这个塑胶篮球场能不能实现 要看HOA是不是能披 然后小黑说他买了一套全新的这个 挂在上面这个房子上的那种灯啦 会美美的挂起来 我们院子就很多很漂亮的东西 这个小孩挺烦人的 Hello everybody 我名字是Triss